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有朋友呢把LED充电的手电筒打开以后 不知道各元件都有什么作用 也不知道怎么维修 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 首先呢这段是220V输入 肯定是充电的 也就是这两根线是220V输入线 内部是怎样给它进行充电的电路呢 那么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给它打开了 这是千算电池 我们看一下它的电压 是4.24V 标称是4V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充电电路 这段是零线 这段是火线 这个零线直接加到了这个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这个火线呢 加到了这个0.47V法阻容降压的电容上 组容降压这一端并连了一个组容降压的电阻 是390K的 然后直接就通过导线加到了整流桥的另一个交流输入端 就从正端输出正电压 副端输出副电压 没有滤波电容 它的整流桥副端接到这个充电 发光二极管的负极 发光管的正极通过470V电阻 接到阻容降压电容的输出端 这时当充电的时候 这个发光管就会被点亮 同时这个切算电池的正负极 接到了整流桥的正负极 给切算电池进行充电 它的输出是通过这个开关进行输出的 通过两个一个是6.8V的电阻 一个是22V的电阻进行线流 给这个灯珠进行供电 从而达到了调节亮度的目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图 它分为两部分 充电部分和放电部分 充电部分是220V通过组容降压 经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输入 通过正端输出正电压 副端输出副电压 给电池充电 给电池充电的同时 组容降压后的电压 通过470V电阻线流 加到充电指示灯的正极 充电指示灯的负极 接到整流桥的负极输出端 进行充电的指示 当电池充满电以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开关 来给灯珠供电 从而点亮灯珠 开关打到上端的时候 是6.8V电阻线流给灯珠供电 这时是强光 打到中间位置的时候 是通过串联22V电阻 6.8V电阻给灯珠供电 就是弱光 打到空档的时候 就是关断状态 这个手电筒呢 在充电的状态 最好不要打开灯珠 容易损坏 另外呢 如果电池不能充电 一般是电池的问题 如果电池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看这个指示灯是否点亮 如果指示灯点亮呢 我们就看一下整流桥是否损坏 如果充电变得很慢 而且电池没有问题的话 有可能是这个电容容量减小了 如果某个档位不亮 比如说弱档不亮 有可能是开关接触不良 或者是这个电阻开路了 但是这个可能性很小 一般是开关的问题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